如果大家聽得懂廣東話應該知道什麼是鬥雞 就是一個傳統中國的Blood Sports 好像現在的美國人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 就是之前有的 有什麼game bread pit bull 鬥狗就是鬥犬就是兩隻狗打在一起 又或者好像 日本的吐佐犬Tosa Inu 就是兩隻狗雙破 鬥雞是很久以前已經有的 在史記和看書多處記載有鬥雞走狗之時 公元前770年 春秋戰國時期的老季平子 與倫超伯以鬥雞而得罪於老超公 竟互相打起架內 Anyway 有一個四字成語叫外若木雞 大家以為外是有什麼不好 就是這麼外的 好像說到很無神 但原來外若木雞的故事 在我印象中是相反的 外若木雞是對眼睛得很大 但就動起著不動 這隻雞 但因為她對眼睛得很大 站著看著對方 對方就被其所震懾 她就這樣站著 她真的是外若木雞 但她的外弱木雞反而可以震懾對手 故事聽說就是這樣 是不是很奇怪 如果是外弱的應該是雙目無神 很偶鬥 照理性應該是很容易搞定她 但反過來外弱木雞那隻雞 她就是因為這樣 好像木雞一樣動了 看著她 大大眼睛看著她 就這樣站著 對方就害怕了 對方就震懾了 真的這樣 看著她說什麼 中國古代鬥雞不僅在民間有著大量涌等 即便是在皇室貴族中也大受歡迎 例如唐高中時期親王 大臣們狂愛鬥雞 英王是誰 一次配王與英王鬥雞 詩人王伯 尊為配王寫了一篇 星土英王的鬥雞詩文 於是昔日的皇家兄弟 幾乎為此反目成首 王伯則被高中一氣之下 霸官去職 誰叫你不維持中立嗎 真的 再加唐原中更是愛好鬥雞 經常在長安舉行規模性大的鬥雞比賽 特別是到了每年的元宵節 清明節中秋節 唐原中都要組織鬥雞 以是天下太平 我其實有很多東西要研究 今天看到加爾文主義的Tulip 其實在聖經 聖經真的不是很支持Tulip 但是老實說 如果你是加爾文主義的 你信了五點卡爾文 你信了Tulip 其實基本上 你是上天堂還是落地獄 其實本來就已經是 由我們未出生之前 就已經 上帝就已經決定了 是不是 跟著還要是 上帝如果要人得救 是無人可以阻止的 就是他要救你 就是Irresistible Grace 就是他一定會帶你上天堂 無論你怎樣都走不掉 他一定會帶你上天堂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是 他一開始已經是 他一開始已經是 決定了你要落地獄 就算你怎樣做 你都是要落地獄的了 好像是這樣 好像是這樣 Double Predestination 但是Tulip 其實我現在都不太記得是什麼 P好像是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就是上帝會 就是上帝會令到你 永遠都不會失去救恩 就是上帝自己 用大能的傍庇 迫使你無法失去救恩 可不可以這樣說 就是Irresistible Grace 是不是 有些不太記得是什麼 但我之前是有讀過的 我都說了會Rusty的 是會流失的 就是讀那些東西 那我現在要看Tulip是什麼 我要看什麼 我要看什麼 U是不是 Universal Atonement 不知道是不是 我真的要檢查一下才知道 T和L真的不太記得 去死的 DB式術 他有些有 她有些是两隻蜘蛛打上去的那些 是no 是誰 是金絲貓 就是他們有鬥金絲貓 好像兩隻很像蜘蛛那種的物體 打上去 其實我現在 我都是說 其實我一向都不是說特別怕蜘蛛 就是說 如果不然都不能在英國那裡生存那麼久 我現在要研究一下牠們到底能不能吃 怎樣處理牠們 你想想 如果不殺到動物 殺到昆蟲 甚至殺到蜘蛛 牠夠大隻 其實愈大隻愈好 因為牠大隻一點代表多肉 我怎樣處理大蜘蛛才可以令牠吃得入口 牠有exoskeleton 我用刀斬開 要先把牠枝解 斬開幾粒 斬開不知幾粒 但問題是怎樣煮牠能吃到 難道要煮很久很久 煮到淋了為止 如果就這樣燒牠的話 就這樣燒牠應該都是硬的 都是吃不到的 吃到裡面 吃不到外面 那個殼那些 不知道 慢慢研究吧 要不然在野外怎樣生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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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